台北市原百新义的知名素食餐厅保林茶室 爆出疑似食物中毒案件 一人急性肾衰竭不治 另有8人出现呕吐、腹泻、心悸等症状 陆续到医院就职 目前的检署已赴餐厅搜证 市长蒋万安勒令在台北的所有分店全面停业 卫福部资讯处处长 台大医院急诊医学部主治医师李建章表示 这些患者都有提到炒国子条 就让人不得不想起一个医学上的症候群 称为炒饭症候群 Fried Rice Syndrome 最近就有一名美国女大生因此丧命 李建章在脸书指出 随着事件逐渐扩大 传来多起在该餐厅进食过后产生类似症状的案例 严重者甚至需要入住家户病房 至此案情明朗化 有了群聚、食物交集和类似症状的三元素 可以定调为集体食物中毒事件 过去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多半是小吃摊、饭桌或是营养午餐 这次是发生在百货公司内的名店 注食令人感到不安 大规模导致致死的食物中毒事件 主要是里斯德氏菌、大肠杆菌跟沙门杆菌 近期还有唐昌普、伯克氏菌产生的米酵菌酸中毒 此次事件当然可能是遭受这些细菌污染 对于患者共同提到炒锅子条 李建章不禁联想到炒饭症候群 也就是煮熟米饭放在室温超过两小时以上时 就有可能导致一种特殊细菌 仙人掌杆菌Bacillus cirrus的生长 仙人掌杆菌有包子耐热 即使炒锅也杀不死 等到吃入肚内适当温度 这些包子萌芽就产生症状 近期有名美国女大生因此丧生 罗仔条通常是煮熟状态放在外面 需要烹调时才大火拌炒 的确有可能产生炒饭症候群 李建章强调 这只是他个人鉴别诊断的一侧 最后还是要微生物或毒素检查证据才能确定 但是基于公卫预防原则 我还是愿意冒着说太早礼拜先翻车的风险 再一次提醒大家 放在室温过期的米饭淀粉内 即使加热还是有可能导致食物中毒 最好立刻放进冰箱 避免产生炒饭症候群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